大家好,我是GG小姐姐 今天要来介绍韩服新出的躲猫猫模式 在观看这部影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先按个喜欢 要不然GG小姐会戳使你,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 在游戏开始之前,系统会有10秒的时间随机选择 几位玩家当寻找方与躲藏方,先来介绍躲藏方的游玩规则 第一排左边与右边的按钮是确认选择上方道具 当你按下右边确认按钮之后,就会选择右边的道具 下方的蓝色按钮是两边道具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只有三次机会,用完了就没了 躲藏方有30秒的时间进行躲藏 按下滑鼠左键,可以让道具旋转方向 按下滑鼠右键,可以让道具固定位置 如果没有按下右键固定位置,物体就可以穿透 按下Q键可以变成观战者视角 同时也可以看见躲藏方与寻找方的视角 但是圆长你有想到吗?如果跟朋友一起游玩,然后朋友在对面队伍里面,然后刚好朋友又是寻找方,然后我是躲藏方 躲藏方的观战者视角可以知道队友躲在哪里,然后现在又有额外的语音软体 按下空白键,可以让物品跳跃 时间剩余一分钟时,躲藏方道具会强制第二次变化 选择变化道具时间只有20秒 如果你在20秒过后没有选择道具 系统就会随机给你一种道具 另外寻找方看不见头上的摄影机 会看见摄影机的只有躲藏方哟 接下来介绍寻找方 寻找方有35秒时间来观察地图 有哪些地方不同 而寻找方就是要把那些不同的地方找出来 寻找方的装备只有散弹枪跟烟雾弹 能丢弃的只有烟雾弹,散弹枪没办法丢 如果你射中的物体不是玩家 你的血量就会减少5滴 直到你血量扣完死亡为止 如果你射到的物体是玩家 则会放烟花不会扣血 假使地上有补给包,也没办法使用 如果你不会动的话我就不会发现你了 呵呵 因为外面地图太小了 很容易发现哪边不一样 寻找方剩余40秒的时间时 寻找方会有移动加速 自动装填弹药,补血量减少 这三种buff效果到回合时间结束为止 如果没有找到躲藏方的话 这回合就是躲藏方胜利 这是影片看到最后的浮力 这回合就是躲藏方胜利 谢谢大家 打发点赞,请订阅 请订阅,请订阅,请订阅,请订阅 第四位 engine 中文字幕——YK